自真环传之后 宫斗剧真是层出不穷 今下最热门宫斗剧 要数无几年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严喜攻略》 不同于以往宫斗剧 女主有茶白甜一席上位的套路 《严喜攻略》 女主未兵落 一出场就给人不好惹的感觉 宫斗剧最大的看点 就是剧中众多娘娘小主之间的勾心斗角而与我战 《严喜攻略》也不例外 该剧讲述的是乾隆和她的重嫔妃之间的故事 因此剧中女人的命运是可悲可叹的 一般工作剧最后活下来的妃嫔不多 那么电视剧《严喜攻略》 结局哪些妃嫔活起来了呢 下面一起看看《严喜攻略》各个人物结局分别是什么 《严喜攻略》各个人物结局全介绍 《严喜攻略》各个人物结局 魏英诺该剧热播的时候 环珠格格中令妃娘娘又上了一次热搜 很多观众拿魏英诺和温柔贤惠的令妃娘娘对比 看了吴锦岩饰演的魏英诺 不得不感慨 令妃娘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剧中魏英诺为了替姐姐报仇陆公丹公女 先是利用多情的复查复衡 后来两人发生了感情 魏英诺又受到复查皇后的善待 在皇后死后留在了皇帝身边 关于魏英诺的结局可以参照令妃娘娘哦 《严喜攻略》各个人物结局 贤妃剧中蛇事慢饰演的贤妃 原本是个与世无争善良的人 还是侧福尽的时候就与复查皇后交好 之后家族遭遇变故开始黑化 复查皇后死后凭借自己的结谋 登上皇后宝座 虽然为皇帝生下皇子 但终究没有被真心对待 以往罪行败露之时下场也是惨不忍睹 想知道结局如何 可参照《甄嬛传》中遗修皇后娘娘 《严喜攻略》各个人物结局 复查荣吟演员秦兰在剧中饰演的孝贤淳皇后 是乾隆人配妻子 据说历史上乾隆对孝贤淳皇后感情极深 历史上皇后去世之后 乾隆不准任何人动用她的遗物 就是在立皇后的时候 也在她的祠堂面前询问她的意见 电视剧《严喜攻略》中复查皇后备受皇帝宠爱 后来因为两个孩子接连夭者 在家生本身多病结局病史 《严喜攻略》各个人物结局 弘历拥有三千加历 的乾隆皇帝由聂远饰演 被为营落气到吐血 那段被网友着实笑话了一段时间 虽然很久没有在影视剧中看到聂远 不过此次诠释的弘历倒是可圈可点 开始乾隆皇帝和复查皇后举案极美 惹得后宫众嫔妃既羡慕又嫡妒 皇后病使弘历痛苦不堪 在魏英洛的陪伴下走出阴霾 最后倒和魏英洛产生了真感情 《严喜攻略》各个人物结局 顺嫔张嘉妮饰演的顺嫔是乾隆宠妃之一 因为美得不可放过 也引来众多嫉恨的目光 还有一个秘密就是顺嫔 就是传说中的湘妃娘娘 不过可不像玩猪格格中那样美丽善良 剧中顺嫔和魏英洛可是不对付的 最后被封魏龙妃 历史上的湘妃到55岁才病逝 小编猜测剧中顺嫔的结局不过如是 《严喜攻略》各个人物结局 傅查复衡人气演员徐海 饰演的傅查复衡是皇后的亲弟弟 于魏英洛淳妃 以及耳情三人有感情修革 最有主角光环的是他呀 虽然最后不得已取了耳情 但心中最爱的女子始终是魏英洛 至于黑化的纯妃就不用多说了 据悉言喜攻略结局中复衡 为了救生病的魏英洛死了 真是有情人阴阳两个 言喜攻略各个人物结局 《高贵妃》剧中高贵妃的人设和《甄嬛传》中 奖心饰演的华妃相似度90% 同样是嚣张跋扈处处针对皇后 不过靠山是全新朝野的父亲而已 是宠儿交就算了还心狠手辣 不知害死过多少人 结局和华妃娘娘差不多 父亲倒台之后一切都化作泡影 最后的死状也是惨烈 言喜攻略各个人物结局 纯妃电视剧《言喜攻略》中 王院可饰演的纯妃 一心丹念复查复衡 为了她竟设计避宠 表面上温婉善良为皇后分忧解愁 我认为了她竟然是一种